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播打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 848 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扫完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八年前 湖南蜜罗一个村庄的杨家 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的出生着实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叹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他的眼睛就是蓝色的 宛若大海最深处的颜色 眼球上呈现出 类似松花皮蛋般的纹理 令人嘖嘖称奇 可是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黄种人 怎么会生出一个蓝色眼睛的孩子呢 他的眼睛好像是有点大蓝色的 更有个不等 防止是更有个不等 所以这种的眼睛不用你 绿色的眼睛 绿色的 一松蓝叫水蓝色的 外面是蓝色 我带里面去了 也有点黄色的 我看不好讲我叫我猛眼睛 猛眼睛 附近村民说 这个特别的孩子 平日出门甚少 对于他眼睛的颜色 大家说法不一 有人说蓝色 有人说绿色 甚至像某种动物的眼睛 大家都觉得格外神奇 一个黄种人 怎么会有彩色的眼睛呢 眼睛不灵负 看的全都不清楚 相识的村民说 这个有着彩色眼睛的孩子 名叫涛涛 他的眼睛 会给人一种看不见的错觉 到底涛涛的眼睛情况如何呢 有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他有了这样一双独特的眼睛 在村民的指引下 寻情小组很快找到了涛涛家 眼前的孩子就是涛涛 他的眼睛呈现出蓝色 瞳孔是深蓝色 眼球外圈呈现出一圈 细细碎碎的花纹纹理 这跟母亲朱润晖的眼睛完全不一样 也不同于其他人的颜色 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眼睛分三种颜色 对啊分三种颜色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又是一种 一种颜色 你看到现在是好蓝的嘛 到了晚上就是好白的 白的 就每天有三种颜色 早上起来不同 到了中 早上是什么颜色 早上起来 反正没有这个颜色了 生前都不一样 一个是天蓝 一个是深蓝 一个是蓝色 朱润晖说 儿子涛涛的眼睛虽说是蓝色 但每天根据时段的不同 早中晚呈现出来蓝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并且随着阳光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变化 真的有这般神奇吗 就在这时 涛涛爸爸杨如梁从外面回来了 在涛涛所在的家族里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你们家族里面有没有那种 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同情况的呢 没有 我怎么感觉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是好啊 哦 要一样吗 门啊 再门一看 它是那个黄雄给它 不是 我没有 我们家族也没有那个现象 家族没有这个现象 好像现在就是因为太阳出来了嘛 好像是变得又更难了 更难了啊 见太阳就是更难了 原本是阴天 而此刻正当正午 乌云散去 太阳透出光亮 涛涛的眼睛 也随着阳光强度的增加 变得更难了 倘若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无法相信会这般神奇 可在涛涛父系和母系两方 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影响 没有 那就是吃点鱼吗 吃鱼 吃鱼 这什么鱼呢 合理的鱼 合理的鱼 你们这鱼派有跟他一样的情况吗 没有 就他一个 就他一个 涛涛的亲人们都努力回忆 当初朱润辉怀孕的时候 并未有任何的异常 除了吃鱼多一点 并没有特别的 对于自己有一双特别的眼睛 涛涛似乎有些介意 他躲进厕所 在镜子前一遍一遍端详自己的眼睛 他只一个人跟我说一下 他那个眼睛 他说他这样 这就是不好吗 要这样挖掉一样 事实上 尽管这双蓝色的眼睛 他会观察 他说自己的眼睛不好 他说要这样挖掉一样 我说不能这样 你的眼睛好漂亮 我跟他说 事实上 尽管这双蓝色的眼睛 非常漂亮和独特 但对涛涛而言 他并不喜欢 曾经有两次 涛涛从外面回家后 跟妈妈表达 想把这双眼睛挖掉 这让周润辉心里 一阵酸楚 我们自己出去 反正他没有眼睛 这个孩子眼睛看不看得到 咬着他这样 拿了个手 其实我看见那动作 其实我心里也是好舒服的 上一次他回来 他那样跟我说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能不能够到那里面 去搞那个什么美童 那个合眼睛的 也没有那个美童 给他搭上 或者以后总到了 有那个心里 有那种 对啊 他本人 反正那些牧生人 看了以后 也不会用那种 外依的眼光来看他 或者那种表情 来说他 对涛涛以及家人而言 这双蓝色的眼睛 带给了他们困扰 每次出门在外 陌生人一个异样的眼光 一句随口的话 一个随意的动作 都会让朱润辉心里 如针刺般不舒服 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 蓝色眼睛对于 涛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 可涛涛的情况能改变吗 更加让涛涛父母担心的 还有听力问题 这个怎么喊 这个呢 爸爸 爱 姐 这是我们的方言 姐姐 这个呢 爷爷 爷爷 他就是他的发音 除了爸爸妈妈以外 别的词好像都 都不怎么清楚 只要我们听得清楚 一般的也听不清楚 然后交流的话感觉还挺不难的 就是不难的 我不认为他 他生的办法 他就是听不到 所以他就发表不出来了 涛涛从小就无法听见外面的声音 这些年来 涛涛也一直在做听力康复训练 但效果并不好 至今也只学会了爸爸妈妈两个词 那么涛涛的听障 和蓝色眼睛之间 是否有联系呢 两者为何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呢 这次有点奇怪 就把他搭到那个 长沙那个省的同医院里面 做了检查 做了检查 他说只要那个视力没问题 就没事 他的视力很好的 是不是说 这个眼睛就会影响这个耳朵呢 他就是肌腺都会变吗 做好了 那个眼睛 肺不肺跟着好玩啊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可能 那应该不会 你们有问过医生吗 没有 但是医生他也没有说 没有 具体说 说个什么东西出来 在涛涛两岁的时候 杨如梁夫妻 曾带涛涛去医院检查眼睛 医生当时的说法 是说基因变异 除此之外并未说太多 随着涛涛年龄的增大 蓝色眼睛和听障 带给他的困扰 和心理负担越来越重 这能否改善呢 今年涛涛八岁 他一出生就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而且还能够变色 这让周边的人都觉得十分神奇 可是蓝色眼睛的背后 却有着这家人无尽的心酸 因为蓝色的眼睛 涛涛出去总会遭遇他人怪异的眼光 而涛涛也意识到 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多次跟母亲表达 想换掉这一双蓝眼睛 父母担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对涛涛的心理产生影响 而在伴随蓝色眼睛的同时 涛涛的听力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导致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无法沟通 这些都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孩子 可这种特殊 并不是家人们想要的 那么到底引起涛涛蓝色眼睛的原因是什么 蓝色眼睛和听障两者之间 是否会有联系呢 涛涛还能够变得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吗 涛涛出生的一刻 沉浸在心洗当中的朱润辉 并未留意到孩子有何异常 直到经亲戚提醒 他才发现涛涛的眼睛是蓝色 他内心无比忐忑 害怕涛涛看不见 索性视力并无大碍 但蓝色眼睛 总让他的心悬而未决 接下来的问题 却让一家人的心情 一度跌落谷底 因为在那个幼稚 一个月的时候 那个幼稚叫那个厅力 他说没有通过 说是那个小孩子太小了 后来我们就搭到长沙 那个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做那个厅力厅杂 没过 没过 当时是我哥哥 还有那个表弟 一起的 当时说那个厅力不怎么好吗 那个分贝到哪儿 其实当时他说 那个分贝115到120 其实我也不懂 只是说那个厅力好差劲的 我就跟那个教授 我说这个 这个厅力也没有办法 他说 你要搭那个住厅器 我说住厅器要多少 他说 要的十几万 最低的也要六千 滔滔半岁时 确诊为神经性耳聋 当时滔滔父亲 赚二十块钱一天 从未进过医院的夫妻俩 揣着一千块 想着无论什么病 总够治好了 却没想到 一个最便宜的住厅器 都要六千块 两岁开始 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 康复治疗 我正拔得出去的 别人走过去了 还要回他来看一下 说那个眼睛跟我们不一样 说什么蓝眼睛啊 说什么跟猫的眼睛啊 还是有人说那样的话 那些小孩子就叫我儿子是 叫说 细牙巴细牙巴那人叫我 其实我都是在我自己房间里面 整理了个衣服 当时我听到 跑出去 我这样打人嘛 其实也不是别人 就是我的眼睛 当别家正沉浸在孩子 听到叫坏 一一压压回应时 涛涛只能瞪着蓝色大眼睛 呆呆看着天花板 当别的孩子 都成群结队玩耍时 涛涛成为了被排斥的那一个 朱润辉记不清 有多少次躲在家里 偷偷哭泣 他们试图改变 可涛涛的情况 医生会给出 怎样的说法呢 她叫妈妈反映的情况 就是她的眼睛可能会有 轻微的颜色的变化 一天大概有三种颜色 什么颜色 告诉阿姨 她不会说话 她是什么时候到特许学家去了 她多是多了 六年 两岁就 两岁就去了 他也做了语音的训练没有 这是做语音的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就是了 没什么用 她是两岁的 她是个先天性的 她可能也来进去听力 然后的话 现在看东西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陶立娟医生说 陶陶的蓝色眼睛是极少见的 但目前有一点能确定 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病症 那么陶陶从小听着 这跟蓝色眼睛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呢 早上和太阳光的颜色也不同 不怕光 不怕光 它是颜色会变化 就是颜色变化 这个红布的颜色会变化吗 变成什么颜色 它有的是蓝的 是大蓝的 有的是蓝色的 有的是大蓝的 现在是灰灰的颜色 现在是灰灰的 我跟你讲 这个孩子我在等他做一些检查 他肯定是心理性的 一个发育的异常 心理性的一个屈身的缺陷 一个听力的 他受的影响 可能是一个针刺针 都是综合症 对对对 然后的话 现在的情况比较少 不多 然后的话 他红膜的话 就是看着那个猫的眼睛 那个颜色一样的 对于滔滔的眼睛会变色的问题 陶立娟医生感到十分奇怪 目前基本能判定 听着是由蓝色眼睛 引起的一个综合症的反应 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但是否能治疗 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检查 你看那个红膜啊 根本就没得及了 你怎么可以变色呢 这个颜色是简薄 但是说变颜色 这个红膜上面没有十色 全部是纤维组织 牵在这里 都是一些网钻的一个结构 上面按到里也是十色 外国人也是这样子啊 对外国人就是这样子 亚洲人的就是棕色 深色的 外国人就是黄色 蓝色的 你看都是些行为调 东方人是有色人种 红膜中色素含量多 眼珠看上去呈黑色 而西方人是白色人种 红膜色素含量少 机制层中分布着血管 眼珠呈现蓝色或绿色 而滔滔的红膜上没有色素 导致看上去是蓝色的 近似于西方人的眼球颜色 随便拿一个眼底给你看 对比一下正常人的眼底 是吧 差别好大呀 它有颜色了 看到没 它有一些色素在里面 这个红膜上面有色素 跟别的孩子相比 陶滔的眼底相片差异明显 在国际上 称为瓦登伯格式症候群 临床症状表现为红膜异色症 听障 少年白 病霉等 陶滔虽未显示出少年白 但其余几大症状都有 那此种情况是否能治疗呢 陶立娟医生说 对于此类病症的群体 目前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 但好在蓝眼睛对滔滔的视力 并不会产生影响 而听力的治疗需要进一步咨询 耳鼻喉咳的医生 对此 竹润辉夫妻面露蓝色 从医院出来 竹润辉带着陶滔 去往了附近的眼睛店 他试图用戴美瞳的方法 来遮挡蓝色的眼睛 可这能行吗 对于蓝色眼睛带来的 竹润辉 竹润辉始终想替儿子解决 美瞳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方式 可美瞳能否遮盖住蓝色眼睛呢 看看妈妈 只是这边还要蓝一点 这边好像大蓝 这边还要白色 黑色吗 黑色啊 这个黑色的 你看 盖不住 盖不住 他只是说 但是这边 这个眼睛还要漂亮一点 那个黑色的 肯定要那个 那个黑色的 就是好黑一点 我拍一个 你们要妈妈拍照啊 好 妈妈拍一个 那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美瞳 那没效果 没效果 黑色的美瞳隐形眼睛 却依旧无法遮住 涛涛的天生蓝眼 涛涛要求妈妈拍照对比 她细细看着对比的照片 最后面露失望之色 兴兴离去 可回去路上 涛涛一再跟妈妈 重复着一个动作 她想表达什么呢 妈 怎么了 要去 还是要去做那个耳朵 要做耳朵 要做耳朵 怎么去呢 你不是说你不做吗 你坐不坐 坐不坐 你坐不坐 你还是要去做那个耳朵 就是其实那个小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了也要等一下啊 最少要等五天啊 朱润涛说 事实上 涛涛对于外界的声音十分渴望 夫妻俩也曾想过要给涛涛做人工耳窝 可因为一些实际情况不得不放弃 现在得知眼睛情况无法改善 涛涛又再一次萌发了做人工耳窝的想法 母子俩屡次沟通不顺 涛涛干脆必然不再沟通 他这是干嘛 好像说撒了个脾气啊 那怎么办呢 你跟他讲得听吗 他等你笑话好点 等你笑话 快去看 你再一次 玩去了玩去了 好好交流 他就是交流不顺畅 他就会发脾气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拒绝 拒绝跟你拒绝一切交流 也不听你说什么 也不会再去表达了 他就是这样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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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哦 这个不行的 他是什么意思 自杀 由于听障 很多的时候 即便是最亲密的母子俩 也无法明白彼此的意思 涛涛要么暴躁的用头撞墙 要么闭眼不沟通 一个孩子内心的无奈可想而知 妈妈一路安抚 回到家里 明明听不见声音的涛涛 将电视级声音开得很大声 你要说他听不到 我们说不要声音 你也听不到 装作嘛 装作 对 装作 装作是装作 对 装作是装作 对 他要是到那个开机外里面去 其实他听不到啊 他就说 嗯 做那个动作 他其实就是 好像是在假装自己 对对对 他好像不认识他的原因 他就是故意 故意表现一个自常人的反应 对对对 他就是那样 看电视也好 或者在看似声音嘈杂的地方 陶陶总是假装出 能听见声音的样子 他不想让人轻易察觉到 他是龙人 明明他如此渴望听到声音 陶陶父母 为何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给陶陶移植人工耳窝呢 关于这个做人工耳窝这个问题 嗯 你们一家人是 大姐你的一切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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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当这个怎么 不能保证这个手后是保存工作 啊 啊 以后他就是人家的 就是这个发音出来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不是不那么好 它根本就 踏不在这个标准 植入人工耳窝的最佳年龄 是在1岁到5岁 而滔滔今年8岁了 考虑植入人工耳窝后的效果 以及对滔滔带来的影响 除开朱润灰以外的其他家人 都表示无法赞成 他也是不同意做 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他去做 反正听见总比不听见还是要好一点 就还是有一种希望 只是现在我担心的 如果是少许失败 我现在我去读 要是我读书了 你看他们都不同意 到后来我又承担那个还是好大的 他们肯定会麻烦 我又是那个少许失败 不是我都在接住 你想到以后的费用 是不是他承受得了 妈妈主任会觉得 哪怕有一丝的希望 他都应该去赌一把 毕竟这关系到滔滔的一生 可爸爸杨如良却表现出各方面的担忧 这些年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在滔滔五岁前没有考虑植入人工耳窝呢 最终一家人之间能否达成一致 滔滔奇特的蓝色眼睛属于瓦登伯格式症候群 而在临床上的表现称为红膜异色症 是由于先天性的红膜色素缺失引发的 而此类症候群的人多数表现为听障 少年白病美等症状 导致听障的几率呢 约在50%左右 蓝色眼睛在医学上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改善方式 但好在呢 它并不会影响视力 而滔滔的听力呢 是可以通过植入人工耳窝来改善的 人工耳窝的最佳治疗时期是一岁到五岁 家人们为何在五岁之前 没有考虑过植入人工耳窝 而拖到现在呢 如今对于植入人工耳窝一事 除开妈妈朱润辉 无一人赞同 可今年滔滔已经八岁了 倘若再不进行手术移植 以后的效果会更差 这关系到滔滔的医生 家人们不赞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最终他们又能否达成一致呢 滔滔虽然无法听见 但她十分聪明 一大早 她开始讨好妈妈 帮妈妈洗鞋子 滔滔 妈妈的鞋子是不是 妈妈 妈妈的鞋子对不对 那你会洗衣服吗 会不会洗衣服 滔滔会不会洗衣服 洗衣服会不会 我洗衣服的时候 她也一起帮我洗衣服 也一起帮你洗 然后她偷偷一下地 朱润辉很清楚 滔滔讨好她 是希望她去说服爸爸 给她植入人工耳朵 可爸爸杨如良始终态度坚决 她为何如此呢 她是要想法 但是她要想法的时候 她是跟那个 那你为什么不想去做这种 这个我出了两只手段 我成是不有这种 压力 现在我的身体 就根本我 现在这样的身体 以后我怎么能能 跟她就过来呢 原来 在滔滔五岁之前 杨如良出了两次大的车祸 第一次三根肋骨断裂 第二次颈椎骨折 尽管现在康复了 但杨如良的身体状况 大不如前 下雨阴天 他的腰背酸痛难忍 几乎不能下床 现在一月也只能 挣个两千多块钱 而植物人工耳窝的 高昂费用 是她所不能承担的 它发生了 如果poimento 就是说是我老大的 其实是我因啊 你又不想严 否则自己的 agua 是 spice 是 三根肌肉 是 最近大俺 不 specifically 自从涛涛出生 杨如梁夫妻就带着她 在外治病 做听力康复训练 忽略了大儿子的成长 作为父亲 她本就愧疚 如今 倘若去给涛涛手术 负担势必将压在大儿子身上 这对大儿子来说不公平 可真的要放弃 让涛涛听见声音的机会吗 涛涛天生好动 得知了涛涛的情况 这所篮球训练营 免费给涛涛提供的训练 孩子的世界单纯而又美好 涛涛的蓝色眼睛 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天使之眼 但涛涛忽冷忽热的性格 让孩子们觉得挺奇怪 这个孩子内心在想什么呢 我看到别的家庭 我看到别的家庭都没有陪着人 我拿的时候他是不认我牌 但是后来他会在总部下 就要我牌子了 他在那些 这个过程度上 不像你们的小朋友 可能就不需要他们 他们陪着他不用啊 这个东西 来的小朋友 他就行 他其实在这里 这也有点很像 我发现 你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经常孩子吗 你让我找 可能内心还是有点 害怕跟 恐惧 应该是 应该是吧 朱润辉说 涛涛的内心敏感而没有安全感 涛涛既享受跟正常孩子 一起训练的感觉 但也知道自己不一样 他十分专注地盯着旁边的队友 努力跟上节奏 看到孩子这样时 朱润辉越发想给涛涛 一个有声音的世界 可大儿子会是什么态度呢 我感觉好喜欢你哦 没硬点 是不是 没硬点 因为你毕竟是这个家里的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你爸妈妈现在对于这个 朱润辉这件事情嘛 两个人可能意见会有点不一样 没意见同一样 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 他 他没有做什么 我有什么意见 我就是说你说没关系 我是想去抖一把 如果抖赢了的话再好一点 如果要是抖输了的话 我就是怕你跟你爸爸到时候来麻烦我 其实你妈妈也不是说要说你一定抖赢我一定不同意 她也是希望你能够给她一个建议 对于弟弟治病一事 哥哥杨浪涛表示会听从父母的决定 杨浪涛14岁就辍学当了小公 朱润辉清晰的记得 刚当小公那会儿 大儿子回去哭着说自己扳不动门窗的可怜模样 虽然现在儿子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状态 但作为母亲也深感儿子的不义与心酸 他听不到 叫他引不见 他说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干什么 不只拿手 他去指示 那是什么 心里不是 可以其实没有变 这次其实弟弟的决定难道也是每个人的影响 今天他更好 杨浪涛今年18岁 性格内向 但对父母也好 弟弟也好 他从未有过埋怨 弟弟手术之时 他表示倘若父母决定去做 他会支持 最终朱润辉会如何决定呢 杨生涛 杨生涛 你也没有看妈妈说话啊 今天 今天是你八岁了 知道不 今天是你生日了 你现在在八岁了 你要听话啊 你要听话 听妈妈的话 以后再不能再气妈妈哭啊 你看你那么小 在妈妈的肚子里啊 妈妈把你生下来了 妈妈好累哦 妈妈好累 不容易 你以后就要听妈妈的话 知道不 要做一个好孩子 好不好 做好孩子 好不好 好不好 你要做一个好孩子 好不好 爸爸哥哥在外干活 爷爷奶奶在乡下 滔滔八岁的生日 只有妈妈一人陪伴 这八年来 母子俩形影不离 对 好吧 好 会觉得开心吗 开心 挺不容易的 这些人还确定是平衡的 其实母子俩开始上车 最多时间的 是吧 嗯 这不是形影不离 就是她 笑也好 哭也好 都是女朋友 妈妈其实好喜欢你啊 妈妈 我爱你 养育一个孩子的艰辛 只有当过父母的人才能理解 而养育一个特殊孩子的艰辛 只有朱润辉才能理解 但孩子带来的幸福感 却让父母们忘却所有艰辛 陶陶为了妈妈一口蛋糕 朱润辉却以热泪盈眶 心也跟着融化 她还是决定 无论如何要带陶陶再去一次医院 最终一家人的决定是什么呢 这种耳朵 最终一家人的 那个天天是很差的 哦 那她这个情况 做耳朵 这个情况 还是考虑做耳朵 她做耳朵的话 现在已经8岁了 她其实这一段里面 现在美国的这一段里面 是115岁之前做耳朵 是效果最好的 嗯 那她做了这个耳朵 是一定能够听到吗 做了天天 以后天天肯定能够听到的 但是那个啥是雨年的 那个还是很难说 还是一定不同 跟家人与训练一起 都关闭绝交 所以会为了那个 看我训练以后 才能不能说一些正常的话 说一些女子 那个女子群的情况 医生说 如果植入了人工耳窝 滔滔就能恢复听力 但由于年龄太大 语言功能的恢复 还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恢复 尽管不能恢复的 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还是有恢复的可能性 这让妈妈朱润辉有些兴奋 而爸爸杨如梁 在一旁面色凝重 以后的那个费用呢 大不大 机子的那个费用以后 就是耳朵的话 只是耳朵 你必须的话 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那个 只是以后一星期 那个 专门要给苏 苏后有一个 那个你做的那个品 那个公司 然后定期 不能进行那个潮湿的药 那个有保护 有好多些 有啥是米费的 那个 不是啊 按他们说的 那个机子就是耳朵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比较贵了 那个耳朵 那个东西要得16瓦 这一瓶的话 那种 看美国公司的话 是啊 它世界这么贵 它这是以后的 调剂啊 什么更新呢 它一年 对 这个根据公司 那个美国 他们一年 人工耳朵的价格 在8到30万不等 而潮湯 由于年龄太大 需要植入较为昂贵的人工耳朵 大约需要20万左右的费用 2014年 针对儿童植入人工耳朵的问题 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 根据年龄 医学评估 家庭经济条件等内容 进行综合评定 可向残联申请救助项目 这让杨如良 看到了新的希望 对朱润辉夫妻而言 他们是父母 肩负着孩子的未来 尽管艰难 但他们并不想放弃 哪怕一丝的希望 涛涛得知自己能做手术了 回到特殊学校后的她 心情大好 四处跟小伙伴们 分享自己 将要植入人工耳朵的消息 这群特残的孩子 从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 他们不知声音为活物 却觉得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他们想知道小鸟是怎么叫的 想知道虫子会不会说话 想听见花开的声音 而这一切 在不久的将来 涛涛都能一一感受 愿她的未来 春暖花开 涛涛天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尽管蓝色的眼睛 并没有影响她的视力 但蓝色眼睛背后 带来的却是外人异样的眼光 和严重的听障 她因此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 哪怕这双眼睛再美再漂亮 对涛涛这样一个孩子而言 她只希望自己是最普通的一员 能够周边的小伙伴一样 这才是一个孩子的真正心声 蓝色眼睛无法改变 可我们希望倘若有一天 这样一个孩子出现在你的身边时 希望你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多一丝善意而不是好奇 朱润辉夫妻最终决定 给涛涛植入人工耳窝 他们能力有限 手术费用还有很大的缺口 希望电视机前的热心观众 能够帮一帮涛涛 还给他一个有声音的世界 欢迎回到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陆角娇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